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流畅播放油管的8K视频 流畅播放8K视频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的硬件设备要支持8K视频的解码 第二点就是你的网络带宽需要满足8K视频的需求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点 目前经过我的观察 油管的8K视频的编码基本上都是这个AV1格式的 这个VP9的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只看AV1格式的硬件支持情况 第一个是Intel的显卡 Intel的显卡基本上是UHD750 770 还有这个X1内核的比较高端的两个型号支持这个AV1的解码 我的电脑是UHD750的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的显卡 英伟达的显卡要到30系 就RTX3050开始到3090 因为这个表没有更新 就是30系40系都支持 其他的就不支持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AMD的显卡 AMD的显卡基本上 要到最新的 RX660开始 一直往后才支持这个8K的AV1解码 硬件解码条件满足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硬件情况 目前我的核显是Intel的UHD750 读显是RTX3070 都支持这个8K视频的解码 因为我现在在录屏 录屏软件是占用的读显 所以我用GPU核显来解码 Intel核显的解码性能 不弱于英伟达的读显 硬件解码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网络带宽 我现在用的主路由是虚拟机 然后它的虚拟机的处理器是M5105 这次测试我们统一使用 这个OpenClash小猫咪 然后配置文件都是统一用 这个我常用的一个节点 现在已经启动成功了 打开控制面板 测速 线路节点 我还是使用常用的IPLC01 因为视频平台对每一个视频的压缩比例不一样 所以这个码率也不是太确定 我们通过实际的播放来验证 注意看一下这里的编码格式是AV0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连接情况 这个加的也很快 这边速度 跑到了25万 加的也很快 快进的话没问题 然后我看一下我电脑的 CPU的占用 视频的处理全部都是GPU的完成的 跑20多万的时候快进速度大概是 大概是一圈半 大概是一圈 我再点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没有8K骗人的 点一下第三个视频 格式还是AV01 这个缓冲区内是一点是基本上秒开的 也不是秒开 这个缓冲区内也要转一圈半 基本上转一圈半 我点一下缓冲区外 就这个灰色的线以外 灰色的线以外就比较慢了 这个基本上没速度了 可能是机场有点问题 现在我已经换成了 护日IEPLTY801 等一会儿都是用这个线路来测 然后在连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连接情况 这边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播放 这个灰色的区域是缓冲区 然后我们加载的时候 加载到灰色区域以外 基本上一圈半 再刷一次 这个是5105的情况 就是快的时候是一圈半 慢的时候是三到四圈 然后它的后台是这个样子 后台是这个样子 我是在虚拟机里面跑 目前在用的情况是 内存在用了27兆 这个软件是稍微有点在内存的 然后刚刚一段测试 浪费了5.9G的流量 现在我把这个程序关掉 现在已经关闭了 这个肯定是打不开了 刷新已经没反应了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下一集路由器 我下一集路由器是 处理器是MT7621 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处理器 做一个参考吧 MT7621其实如果是非强加密 就是普通的加密非AES加密 其实也是够的 一样我是用OpenClash 我们控制变量法吧 就是其他软件也可以 也是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直接启用 点击启用 可以明显感觉 就是它的这个后台的操作的 流畅度是比不上M5105的 等它启动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吧 这一段我等一会是不会加速的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 不同的处理器 用同样的软件 它的速度区别 是否卡住呢 终于启动成功了 然后我们打开控制面板 点一下测速 可以看到这个测速的速度 也不是太快 等它测完 好了已经测完了 和刚才的一样 是中日101 应该是这个 刚刚选的就是这个 选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连接 现在已经切到这个101了 所有的连接关掉 等它重新加载 重新加载就是这个01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个连接速度 视频切换为8K 同样是8K60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速度 因为这个缓冲速度其实还是蛮快 正常看是没问题 我们先拨一小段时间 是没问题的 这个快进速度是比这个播放速度要快很多的 这个缓冲的速度是比这个 这个进度要快 然后我们现在测快进 四圈 再来一次 四圈 再来一次 基本上是四圈 刷新一次再吃 现在就比较慢 刚刚转了六圈 五圈 五圈 这一步比较快 五圈 目前我的 这个应该就是瓶颈 就是在这个速度上 就是这个MT721的速度上 因为我播放8K视频的时候 CPU占用是很低的 是有20% GPU占用其实也没满 我用的是这个USD750来解这个8K视频的 它的视频解码只占用了75% 还有余量 所以瓶颈是在宽带速度上 因为MT721的性能扭线的情况下 这个软件跑是能跑 只是后台以及改它的配置的操作都是比较慢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要等很久才能显示出来 我们再刷一次看看 看到了 就是每操作一步都要等很久 当然你设置完了之后 不去看这个后台就没关系 MT721看8K视频 其实问题不大 主要的主要的是你的机场的协议 就是 我通过这个SSR来看吧 那个OpenClash也不太好看 通过这个机场的协议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加密 MT721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AES加密 这种AES加密的话可能看8K会有点卡 我们再测一个路由器吧 也是入门级的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是我最近都在用的 已经运行的10天了 我最近都在测这款路由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存情况 就是这款路由器 内存是卡的非常非常的死 我用这个系统解锁SSH之后 然后开了 Shell Clash毛密 也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内存只剩了大概20兆了 就是目前我用了10天的情况下 大概只剩只剩20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小猫咪的后台 小猫咪是999吧 对猫号999 就是这个后台的IP999 也是一样先点个特速 看一下现在是是不是粘上了 现在是粘上的状态 因为虽然没测速 但是这个节点是可以选的 就是不测速 它的节点也是可以选 这个测速其实也是蛮快的 感觉它的限度有点少 好像没有 差不多了 它的节点 节点是一样的 因为节点是一样的 没有爽没有爽 然后我还是选这个 护日REPL01 然后选完了之后 点这个连接 点击断开 所有连接 让它重新连一次 就会连到你新连接的这个节点上 然后目前 已经切换过来了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体验速度怎么样 四圈也是四圈 和MT7621 和MT7621差不多 那这个地方是 因为connection speed也是差不多的 快线多一点 再开 每次这个地方都比较快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速度上去一点 我再刷一次 刷新一次再试一下 好了 cad 我再转 watching 往往往 4 agu 对 就 快 每次这个叫什么什么攻的这个地方 加载速度就非常快 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说 他说对事情 不同事 对 是啊 对 有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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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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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四圈或者五圈 快进的时候四圈或者五圈 正常播放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播放的进度是赶不上这个缓通的速度 然后进入这个后台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存的情况 刚刚是231 232 基本上内存还剩个20兆吧 就跑这个小猫咪之后还剩个20兆 最后总结一下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 我手上的这几款入役器都是可以流畅播放8K视频的 不同的配置主要区别在于快进的速度 N5105 油管的跑分大概是10万加到20万 快进的时候转圈是1.5圈到4圈 MT721TK处理器 油管的速度大概是4.5万分 快进转圈是4到6圈 IPQ5000 油管速度是4万到8万 这个速度不是太5 快进的转圈是3到6圈 从以上的测试来看 目前Wi-Fi66路器能刷上OpenWrt的性能都能满足8K视频的播放 对于一般只看1080P的用户更是足够了 千万不要被那些跑外网签照的洗脑了 且不说跑外网签照有没有实际用途 能跑外网签照的机场或者是VPS也不便宜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